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人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解放军并没有给国军机会 1949年4月21日 百万雄师横渡长江 攻占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 此时 国民党只剩下跪系白重洗的三十余万军队 尚有较强战斗力 但已无法阻止解放军解放的步伐 华中角总司令白重洗节节败退 收缩兵力于湖南 广西一线与南下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对峙 1949年9月 对时局大感失望的李宗人 将白重洗叫到家里 语重心长的 和这位生死与共数十载的老兄弟 说说掏心窝子的话 李宗人说 尽声党国失败已不可避免 你手上还有一些本钱 打算何去何从 白重洗考虑了一会儿 说我是不会投降的 打得赢就打 打不赢就撤到台湾 李宗人听了淡淡的说了一句 乌龟王八才去台湾 言下之意要他投降 但是白重洗没有领挥到 两人谈话后不久 李宗人就把总统之权委托给了行政院长颜西山 赴国美治并去了 而白重洗果然拒绝和平起义 在话中 华南和林彪的四野 打得热火朝铁 1949年11月 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击败黄杰兵团 黄杰带着三万多人跑到越南 被法国人搅了枪 后来去了台湾 歼灭贵军主力章干第三兵团和徐启明第十兵团 进军大西南的陈庚 又率领两个兵团解放了广东 切断了白重洗集团残军从海上逃跑的路 白重洗走投无路 带着几位高级将领飞往台湾 剩下的残军都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白重洗集团和第四野战军 在华中华南地区熬战了近三个月 虽然最终被歼灭 白重洗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问题是 他的抵抗耽误了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时间和时机 给了蒋介石残军已喘息的机会 间接导致了解放军在金门战役中的失利 如果没有白重洗的掣肘 解放军将有充裕的时间和充足的兵力 准备金门战役 就不会出现现在两岸对峙的局面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